今天是中年课亲分享的第十二期活动 是我们第一次尝试用视频的方式来直播 然后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黄晓红老师来分享 中年女性的挑战和转型的机遇 这个活动发出以后 在一些群里面迎来了一个激烈的讨论 在一个各大的学者群里面 我看有一些女生还是很有情绪的 感慨挺多的 就是在事业和家庭之间 其实有很大的一些 有很大的困惑和冲突 其实也困扰了很多人 所以今天这个主题应该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然后就是在分享之前 我听大家可以在我们聊天室里面给我们留言 随时留言 因为就像我们在学校里面的环境一样 我们是随时和我们的学生 和老师来互动交流的 所以大家可以踊跃地来留言 然后如果你不愿意在中间停下来了 你可以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 然后来给我们来积极地互动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 和大家的互动可能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一个事情 那接下来就把这个时间交给黄晓红老师 好吧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三三和李健雄 中年课邀请我 今天给大家分享 我觉得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吧 每一个人的后面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来给大家讲讲自己的故事 然后呢 在自己的故事里面 如果你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启发你的 那我也很高兴 如果是说你觉得你对我未来也有更好的建议 那我也非常愿意的 听你们给我一些建议 所以呢 那我就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虽然有些朋友已经了解我 但有些朋友都是新的 我叫黄晓红 我是从贵州的一个小县城出来的 这个县城呢 是现在好像最近有点有名 独三县 原来是我离开的时候是全国贫困县 但现在变成了这个烂尾楼 是好像多少亿人民币的那个小县城 因为要是看到视频 我就是那个县里出来的 那离开我是 后来我是在清华大学的环境工程师 一直学环境 然后呢 在北京我还工作过两年 做个这个在工程公司里面做过 也在环保集团做过两年 来到美国现在 我是1999年到 还正是20年了 有很多感慨 我觉得可能是 虽然说是在美国和在中国 有它不一样的这个 文化和这个我走的路可能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 作为一个中年女性来说 职业中年女性 其实我觉得很多挑战 不光是女性啊 我觉得现在是爸爸妈妈都一样 就是 我觉得这个挑战有东西是 是是有共性的 所以呢就是 说到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啊 这个20年的路程很长 那么今天既然讲中年 我想讲的就是我 生第一个孩子 一岁才结婚嘛 然后一结婚呢 就我先生呢 他其实在中国是医生 后来我认识他的时候呢 他就做电脑 现在呢他又回去做麻醉丝去了 所以这次疫情里面 他一直也是在 在治疗病人 但是当时呢 我就是有一份 我觉得在美国那时候2002年 美国那段时间是全球的计算机危机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还能回应那段时间 就是所有的电脑的这个股票啊都大跌 然后学电脑都找不到工作 其实找不到工作 当时倒是还成就了一批人 他们回国以后就 什么小灵通啊什么 就就开始发出来了 那我们这个当时呢 我呢就是找到工作了 说明是好也好 说不好也好 Anyway就走上这条 在美国要一步一步工作 申请利卡 这个身份稳定 然后在职场里打拼的这条路 如果当年我没有找到工作的话 回国了也许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觉得人生在 每一个毕业的时候 找工作的时候 换专业或者再晋升的时候 都是你的一个机遇和你的思考 所以讲到这里 所以当时我在非常找这么工作呢 我觉得生活挺安逸的 平常呢就是跟朋友们吃吃饭 然后呢觉得小日子也不错 而且孩子刚刚就是怀孕了 准备要生孩子 但是呢我先生我觉得中年的时候 这个中年的时候就是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自己还能做多少事情 因为刚刚到美国没有几年 然后又刚毕业 然后又住在一个小城 然后我的先生呢 我觉得我很感激的是有时候 你身边的每一个朋友和你的家人很有可能是你的一个很好的这个建议的人 所以我呢我先生呢他就是 他是输出医学院的 但是他不是清华北大的 但他就一直可能很了解我吧 或者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他就会经常跟我说 你这样子就浪费了 你应该还可以再学更多的东西 所以我说他学什么呢 那时候我连MBA是什么都不知道 真的 所以我觉得我上一期听到那个中研课上一期说 人可以重色 我其实在刚结婚的那个时候 我就reset了 我原来是环境工程师 但是这个reset的激发点就是 我周围的人 我旁边的人 我先生呢就告诉我 他说你应该继续学习 继续深造 因为我觉得你的这个管理财务的能力不错 你应该去学MBA 你去查一下什么叫MBA 那时候我30一次 我说哎呀我就不想读书嘛 然后我就也不要不想读书 这样休息一下 读了那么多年又出国 然后又读了两个研究生 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但是呢他就 我先生就很年龄 他说你看 这个我把孩子送回去 然后他就把 然后你必须要把这个英语叫GMAT 因为在美国你要申请MBA 就要考GMAT 然后呢他就把孩子给送回去 他如果你分数考不上700分的 你就不要见小孩 哎呀这个真的是逼我的 然后呢 那时候儿子才六个月嘛 然后我就上班 因为我还在家里 我还是挺 我有点虽然说我是一个职业女性 但是因为我是Falling love with my husband 我是也很喜欢我老公的 很爱他 所以呢在家里呢 我还是非常尊重他的每一个意见 我觉得这就说 在等一下也会讲到这个家庭的平衡 如何保持这个关系啊 这方面就很重要 我觉得一个女人可以外强 但是有时候不能都强啊 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 我也在不断地学习啊 所以在家里呢就是我还是比较尊重我老公的意见 然后呢他把孩子送走以后 我就天天下班以后就开始学习 然后就把儿子的这个照片 真的是人在做重色 或者重新塑造一条新路的时候 一定是很痛苦的 然后我就是每天看着我儿子的照片 因为我非常非常的爱我的孩子 我们两个人有个特点 就特别爱孩子 所以我把我那个儿子的照片 放在文具盒里啊 我就每天看我要想见他 他说你考上700分就不能见他 所以我三个月的时候 就真的是一开始 开始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考试了 因为在美国学的和那个专门去考 那个还是不太一样 然后呢我第一次考试真的 大家也别笑我啊 我第一次就什么都没有看去考 才550分 我说这下没戏了啊 那个 然后他说你不行 你考 反正就是考不上700分 不能不能见儿子 然后我就刚才说的 我就在文具 天天看到我儿子 我就流眼泪 我就拼命的看书 可能好歹也是清华毕业的 所以呢 我就是一直就是自己做模考题 三个月 三个月 我其实一直就在600高分 然后有一天就是模考的时候 自己模考就上了740 前面几天 所以我觉得在改变自己的时候 一定要坚持啊 一定要坚持 因为我一直坚持都在680 680这样两个月 我觉得哎呀 还是没戏了 就很伤心 但是真的是坚持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 突然就上了700 然后我说哎呀 还是有希望了 结果大概又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这样一 我当时就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嘛 然后就有一次模考就上了740 而且这个题目是我一直就拿那么几套题啊 那个题库这样做来做去 然后呢 真的没想到我就我就去考 结果我考就考了740 我一拿到分数 我第二天买的飞机票 就飞到这个苏州去 第一天看到我 就说阿姨 哎呀我当时眼泪就出来 我带苏州带了三天 就把他接回来了 然后呢 这个是我的第一个人设 就是挑战就是改专业 所以我我申请到这个英语成绩考的 因为百分之八百七百四 然后呢 就是把孩子接回来 以后就开始了进行这个申请的过程 申请学校的过程 所以呢 我今天讲的都是我的一些痛点 然后我不去讲太多这个光环的东西啊 就是我首先呢 我大学成绩不是很好啊 就是因为那时候做很多其他的社会工作啊 或者是其他事 总而言之 我的专业成绩不是很好 我必须啊 而且在大学也发生一些事情 所以当时就是处在一个青春期很混沌 所以我的大学成绩 大概就是在笔记格好一点啊 大家别笑话我 但是 所以我这一点也想是 每个人你可以再有第二次机会 所以当我去申请学校的时候 虽然我来美国我也是不错 拿了拳架过来 然后呢 我也想人生重新开始 挑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专业 但是我去申请学校的时候 叫你们现在 这些你们都是妈妈 爸爸啊 什么周年吗 也许是有朋友的孩子 我能理解到 我也是在那种父母比较严格的情况下 但我爸妈不怎么管我 我们是比较自推的 那 就是说我来到 就是你小孩申请大学 我能理解你们都很想让他上一个很好大学 我觉得能上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他第一次上不了 就是这个像我现在也有一个15岁的青春期的这个儿子 我非常的理解 我就从我个人感觉 其实当时 我先讲我这个耶鲁啊 就是说 我当时谁成绩不是 我感觉我的本科成绩不是很好 虽然我在美国研究生成绩还是不错的 因为就是比较成熟了嘛 然后我就没有信心去申请很好的学校 那我的先生就说不行 他说你得申请耶鲁 我说为什么你对我那么有信心 我真的就从我老公对我的这个push的过程里面 我改变了 就是不要改变 影响了我怎么样来教育我的孩子 就是当时在我 你的学习成绩 就是接近比及格好一点 然后当然虽然是清华 但你知道那个20年前 很多陆起学校的这个导师 根本不知道清华是什么学校 就是不管是什么学校 只要是中国的一个学位啊 跟清华北大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 就是看你成绩有多少 然后你写的英文的这个介绍有多少 所以呢我先生就说 你还是应该去申请耶鲁 然后呢 我当时就没有信心 他就这么跟我说 他说我认为你的能力 和你的这个这个潜力 你申请耶鲁绝对有问题 而且你应该把它做为你垫底的 其实我后来当时还申请了 MIT和Warton就几个非常好的 我确实也拿到了他们有些wait list了 还有一些一年的conditional的 这个admission 我当时还拿了卡雷吉·麟隆的这个半奖 NBA的半奖 但是真的是 我觉得我非常感激我老公 我确实就去申请耶鲁 我本来没敢申请 他说你应该申请垫底 所以耶鲁是我最后一个交上申请 申请学校我也感觉有一点 如果你申请学校到最后的时候 你就越写那个论文 你就会越写越有经验 所以是我最后一个写 你会写一下自己的故事 为什么你就是原来 你可以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当年学习这样的成绩 然后呢你现在的 为什么你突然就是有一些改变 就是我觉得美国人或者是不光是美国人 包括现在在中国 包括陈老师上次讲 其实很多走过来人 他都非常非常的感激一种人 就是能够自己重新认识到自己的架子 然后重新燃烧自己 所以呢当时我就写了一个故事 为什么我在大学里面有这样的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我后来又是怎么样的重新做起来的这个故事 真的是没有想到我就是耶鲁大学的第一轮的 第一天早上十点钟 所以我印象太深刻了 就是拿到了他的录取生日书 非常非常的感动 这一点呢我想讲一点就是 我们这里中年的朋友啊 就是你有孩子有先生有家庭关系 当你对你的这个周围的人 你从就算你对他 他自己对他没有信心 但是你就是跟他这么讲 你对他有信心 多表扬多鼓励 我觉得这个一定能够产生一种 Miracle 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我身上 也是 对啊对啊 刚刚看见朋友了 你看有个Erin 他说他也是被老公鼓励升级的 最后被两所长线的录取 真的就是 我觉得当你身边有一个人 push你而且对你充满信心 这种信心就是觉得 你一定能行 就能够激发一个人 潜在的这种能力 不管是中年的挑战 什么年的挑战 青少年的挑战 whatever 所以我们 我从这件事情上 我就非常的 包括我后来在 做管理做团队 我就是以鼓励为主 而且你要愿意放 这是我长分赏的一点 到后面我们有问题 可以再回来 那第二个经历呢 就是好 当我拿到了通知书 我又有一个小孩 可是我拿到通知书的时候 我是整个身体的时候 我又怀孕了 发生我怀孕了 那时候二月份 七月份开始 这又是一个挑战 对吧 就是说你又怀孕 然后你能不能去上学 最后呢 当然我这时候 我要感激我的一个好朋友 是我清华的一个师妹 她就是我多少年的 很好 很好的朋友 我当时所有的家人 包括老公 就说你都可以修学 就是往后推一年 因为美国的大学 你都是往后推一年 但是你要知道 我那时候已经35岁了 所以说35岁的话 又是再去改行 而且我原来 从来没有学过金融 然后这个就像 在跟时间赛跑一样 那当然我自己本身 也是一个能量很高的 这种人 平常我从小 就是跑步运动队的 所以在清华 我也参加过校队 然后戏队 然后替我们戏 还拿过几个金牌 短跑什么 所以我的这个 我知道我自己的能量 还是比较高 但是每个人的 他的都是有极限的 对不对 所以我其实 我跟你们一样 很普通一个人 但是我觉得周围 有那么几个人鼓励 所以我当时 我那个女朋友 所以他也在我的群 然后他就说 他说我觉得 别人可能不行 但是你行 我觉得你就去 怀疑去读 没有关系 别人读下来 我觉得你能读得下来 然后真的 我就去了 我就听他了 所以因为我们 就是很好的 铁姐妹嘛 就是我都不听 我老公的 因为我爸妈 当时也不同意 就很心疼我 说你这么辛苦 这个然后又 MBA就是 就是整个一改行 大家都能想象得到 但是我真的 就是去了 去了 而且呢 我是班上 这个平均年龄 是27岁 大家都知道 然后我35岁 但是我觉得一个人 就是不管我们 我觉得 虽然说用中年 来定义我们也好 但是我觉得 我们要永远 保持一个年轻的心 所以呢 我也不觉得自己老 如果你总是 不断地想学习 想提高自己的话 我觉得没有关系 年龄一点都不是问题 当然 当然周围的人 可能会看着你不一样 但是只要你觉得自己行 所以呢 当时呢 我们MBA里面 我们可能是属于 Top 5 看这年龄比较大的人 我们其实有一个group 然后group也有一些 比较年轻 但是我们就关系特别好 因为我们都有孩子 有家庭 所以在这个MBA的过程里面 我也特别特别努力 然后呢 就是在学期快接受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老二生下来了 人家还叫他耶鲁宝宝 当然 我呢 就是没有坐月子 肯定是的 而且是 半夜三更写作业 知道自己要生了 然后写作业 半夜三更破水 破水以后 就把自己送到医院 然后我就求医生 我说你一定要星期五 给我迎产 然后这样 我星期一会回去考试 因为 因为学期考试 就是星期一 如果我不去考试的话 我回头还要去再学 半个月 然后还要补考 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过程非常的麻烦 我就咬咬牙 真的 其实都很辛苦啊 所以说在座的朋友们 都是这样 刚才有朋友说 是不是太拼 其实我觉得拼呢 还是要看自己的身体 所以呢 我觉得大家 有些东西不要 不要拷贝我 所以我说 我今天还是要多讲一些接地气的 因为有朋友说 你要讲一些接地气的 怎么说呢 我觉得你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 如果你不行的话 我觉得你就不要跟跟我去 其实我当时呢 就是我真的就是回去考试了 然后把学校老师给吓倒了 但是呢 我还是真的考完了 因为你考完了以后 当时是还有一个问题 情况也比较严峻嘛 就是2009年 大家都知道那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 10月份的时候 这个全球这个 Neman Brother 就是银行 雷曼银行倒闭 所有的事情都在进行 然后整个美国全球的经济就在下滑 然后股市大跌 在那种情形下呢 因为我也是 对了 我呢 就是这一点呢 我也是贷款 就是像大家想的 其实很多时候 不是说要等到你有钱 才来重设自己 这也是我想讲一点 我觉得如果 在自己的身上投资 这是我能舍得做的一件事情 当我想好要做一件事情 我就舍得去投资自己 所以说我和我先生 我们两个人读了很多专业 我们一直都是带着款去读 所以我当时耶鲁是带了18万美金 因为我当时刚刚工作嘛 工Engineer 薪水也是很正常 但是你突然 你大家在美国上班了都知道 你去打工 去工作哈 就算是白领也好 扣掉税 然后扣掉基本上也很难 有太多的C领 尤其是你是Entry Level 就是没有太多的积蓄 所以这个一年 六七万美金的这种学费 而且我当时就是全带 连生活费都带了 连小孩带的我老大 这个上幼儿园就全部都带 美国学校就有这点好处 名牌尤其是比较好 他会提供你这样败款 所以呢 我就是毫不容易 你想你读两年18万美金 18万美金 相当于几百人民币 就是这样败款 但是我觉得就是 真的是闭着眼睛 但是我老公也是跟我一样 很普通的一份工作 那我就是咬着牙败款 然后把自己的工作辞掉了 然后去上了 所以说一定要舍得 在自己的身上投资 当然了这个东西也是给了自己压力 就是有这么多的贷款 所以当时全球禁用危机 刚才说你太拼 我不拼能行吗 然后我不拼了 我毕业就没饭吃了 是吧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为什么大家说 有压力才有动力 我觉得这个道理 其实也有它的道理 像为什么我们从大三里出来的人 就可能会有更多的self driving 或者是家庭条件不太好的 像我现在唐人街有些剪指甲 帮我剪指甲的一些女生 妈妈们 他们的孩子都非常优秀 比我的孩子学习还优秀 所以我现在整体 我现在最大的难题 就是怎么样让我的孩子 能够去体会工作 需要工作 然后生活的艰难 这个当然我觉得在 可能是每一个每段时间 对孩子的这个motivation 就激励啊 这个可能方法要不一样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确实 就是有这种在美国 包括现在 我觉得现在在美国 这个很多朋友 也是在找工作啊什么的 生存 生存首先是一个压力 对吧 所以呢 当然我们也不存在生存 因为当时我去读书的时候 我也是有绿卡 我为什么要熬到35岁 我也等到我绿卡 我才能够去工作 这就是我们才能去读书 因为在美国就是这样的 就是你要有身份 我们又没有钱 不能去移民投资 移民投资三年就下来 所以我们当时等了六到七年 才能拿到绿卡 然后才能去读书 所以这个 讲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中年的这个挑战 你要综合自己 你要第一 你要舍得给自己投资 你要吃得了苦 但是你不能把自己吃了苦呢 然后要是身体不好也不行 对吧 所以还是要量力而行 所以如果当时 你在我的这个情况下 如果你拿到通知 你不能去熬夜读书 因为如果你熬夜了 你会生病 那你可以退一年 没有关系 我觉得没有关系 所以我就说你不必要跟我学习 还有一个 就是刚才考试怀孕生孩子的事情 这样你可以坐月子的 可以的 你可以就跟学校请一个月的假 然后生完孩子以后 就是你再去补课 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是在跟时间赛跑 我觉得这个我自己很自觉 因为我觉得我要去找工作 我必须要按时毕业 按时毕业呢 我才能够去实习 实习以后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做过金融 你怎么样进入金融领域 在中国也是这样的 大家都知道改行很难的 你从除非你认识人 你不认识人 像我们都是什么人不认识 你不认识人 你从一个行业到另一个行业 你一定要去学某个东西 然后你一定会认识什么人 对吧 一定要有一种连接 这是必须的 所以呢 我就当时就是非常了解 这个过程 你必须要实习 所以呢 我还是比较拼的 我确实 那我当然身体也比较好 好 这样讲到这里 后来呢 我非常幸运 就是我们当时整个年 不像整个美国 NBA 哈佛也好 当时我们耶鲁 其实是升学里 就找了工作最高的了 因为我们耶鲁 比较多元化 还有好多去费营利 什么的 那我当时是感恩节 我们是感恩节的前一天 就收到电话说 祝贺你 那我就不去细讲 我找工作 我当时是我们整个 耶鲁同学里面 有名的铁女 就是我每天晚上 给我自己规定 要去 因为你找工作 是要面试的 就在这里 今天有人 如果你要换行业 你要面试 我真的是 你每一个工作 我当时申请了 49个工作 有12个第二轮面试 拿到了一个offer 所以如果今天 如果你看过那个电影 幸福来敲门 就是那种感觉 接到电话的时候 热烈盈眶 每天学 大到三点 跟不同的团队 因为当时 我的背景比较多元化 有些人就金融 我是工程 金融 我什么都可以做 我也帮别人做过营销 什么都做 来到美国 为了给自己 我学的第二个学位 是自费的 我用信用卡 去读的书 那学计算机呢 我是打两份工 我晚上周末 会到日本餐厅 去端盘子 然后我白天 会跟一个中国人 去帮他销售 做他的这个 我当时在阿里巴巴上面 帮他去卖东西 真的是 什么都做过 所以我觉得 这些就可以 以后再聊 但是我就觉得 一个人就是 这个路程 肯定是很艰辛了 但是找到工作 拿到电话 那一刻 真的就是那个 电影上的幸福来敲门 49分英特六 我是我们年纪 可能拿到第一个英特六 第一轮面试 我拿了49个 那撒了简历 可能是几百份了 所以现在 如果你在找工作 你肯定也是要到处撒花 但是呢 你一定要练习 所以我每天晚上就会 就练习 比如说你要去咨询 你就要case study 就要练习 怎么样回答问题 所以我呢 是拿到了这份offer 是我所有的面试里面的 最后一个公司 IBM 大家都知道IBM IBM的这个交易 交易的 这个外汇交易 他要招一个外汇交易员 要数据又好 Nginia 还要赌金融 所以这种职业就正好 就是还比较好 但是他是我 面试的几个月的最后一份 所以真的就 归结到刚才 我申请大学 最后一个申请的 和最后一个面试的 最后都成就了 有一点就是说 你一定要耐心 对自己要有信心 就是你就要在每一次 失败以后 一定要吸取教训 总结一下经验 然后在下一次里面 会做得更好 那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身边呢 会有一些朋友 我是非常 大家看出来 我是非常直解 非常transparent 非常透明的一个人 我呢 跟我的朋友们呢 我会经常去问他们 你觉得我在这方面 到现在也是啊 我的团队 我会经常问他们 你们一定要跟我讲 我有什么缺点 在哪些方面可以改进 如果你在身边 有那么几个朋友 天天经常会告诉你 跟别人讲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都是批评你的 你一定要珍惜 这样的朋友 而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 不断的在敲打我 当然这种朋友 他也有高度 比如说像我不断的 不断的在进步了 那在这个地方 原来的朋友 他可能不能为我的 下一个阶段 提出更好的建议 那没有关系 你就不断的到每个地方 也不断的不一样的朋友 当然你可能还会 跟原来的朋友保持关系 这也是我讲的 昨天有人说 那安静地能做到这一点 是不是他有很好的 这个家庭 其实没有的 我们都是靠自己 我的这个支持的系统 是我自己建立的 我要对朋友很好 所以我有一圈的朋友 可以帮助我 我的家 我要对我爸爸妈妈 对我的兄弟姐妹很好 所以我的爸爸妈妈 在关键的时候 可以来帮我一下 就是我要 我要首先把这个功劳 也要给一点 给我的家庭 当然给我的先生 就没有一点了 但是肯定了 我跟他说过 一半的功劳都是你的 那我的父母 在我在耶鲁的时候 我确实是他们来帮忙的 平常我们都一直有保姆 我们有保姆很多年了 到现在一直都是 但是当时 要带孩子 我父母和我的婆婆 当时在耶鲁读两年 他们的轮流 轮流来了一年 这个我也非常非常感恩他们 但是我一找到工作 我就把他们都做回去了 然后我是宁可平 保姆 因为我觉得这个父母太辛苦了 然后呢 我父母还在什么时候帮忙 在我生老四的时候 所以人是需要帮忙的 我不是一个甜女人 我跟你们说 我就是一个非常普通人 但是你一定 不管我们走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你一定要知道 你需要什么的帮助 你一定要去寻找这种帮助 所以在 我们经常在 我们走在今天的时候 我们很难遇到 遇到到我们未来 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所以在现在的时候 我们要做一个很好的人 很好人就是我们的人品 我们的人格 我们经常要帮助别人 所以这当然可能也是我天生的 就是我 一直都很乐意做公益 一直都就是 大家都看到我朋友圈就知道 我做公益的时间 跟我全世界的工作的时间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但是 我在做公益的时候 没有想到这些事情 能给我有什么回报 但是你们都知道吗 就是这些公益 其实让我交了很多的朋友 而且这种做公益 互相奋献交出来的朋友 是跟你同样一样的人 他们在你最关键的时候 往往是这些 可能不一定跟你走得很近 但是他就是 知道你的人品 知道你的人格 他来支持你的人 所以呢 在我 我的保姆都很好 那我要讲的是 这个怎么样 建立自己的支持系统 当我用到一个 很好的保姆的时候 我一定宁可 自己不吃饭买东西 我一定要对我的保姆 给他付上 他应该有的工资 对他信任 我是一个愿意信任别人的人 包括我对团队也好 所以当你只有愿意信任别人 你才能够把自己 一个人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的 所以要学会把责任分担下去 要学会信任别人 自己的要 当然自己要做一个人品很好人 别人才能 人品好的人 才愿意来跟你 愿意来 跟你一起奋斗 我把我的保姆当成我最重要的人 因为我跟他讲 你把你的工作做好了 我才没有后顾之忧 我才可以在公司里面继续打拼 我的手机每天 其实都是会在公司里 会跟我的保姆说 今天孩子 这个几点几点要干啥 那我都是沟通的 那因为我先生后来 这里插一句 就是说我们两个人一直都奋斗嘛 所以呢 我考完语读研 以后就是他去读了 他一直读了 有自学 读一生 把他都考完 这个过程有八年到十年的时间 所以你能不能想象的出来 在这八年 他后来到哥伦比亚 他又读了全职的 大概前两年 读了全职的这个马贼斯 那我又反过来还要支持他 对吧 那这个基本上读不在家 那你们能想象以后 从我结婚 一直到大概现在 现在他每天就上班 医院也很忙 这个过程里面 我的先生基本上 我也是很少见到他的 他可能回来 就是半夜回来一下 然后一个星期 就是见个几个面 说几句话 那在他读书的时候 我非常支持他 因为我想当时没有他 就没有我不断的进去 所以在我也是毫无条件的支持他 就是在他读书的时候 我跟我的保姆说 家里事情不要让他做 就当他没有他 不要给他任何任务 那我们能做的事情 我们自己都做了 所以在这里听了朋友们说 那我怎么样能做下来 就是首先你要非常 时间把管理的非常好 然后呢 自己呢 一定要跟周围的 更搞好关系 叫大家帮一下嘛 有时候小孩子来晚了 然后突然给朋友打个电话 他可以帮你接一下 对吧 所以我平常特别爱洗吃饭 我每年就是 做到这个工作以后 我每年在家里都会有 一到两次大型的 这个比较大型 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会请他们来 每次请客 我都是会买很好 很好的东西 就不管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让朋友 是我对他们感恩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朋友之间 不一定是要互等的 金钱的这种回报 但是仍要有感恩之心 所以我这些朋友 一直跟我这么多年 也是很好 所以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们都会来support我 那我也会相反的回报 那讲到这中年的挑战 一定要有一个 周围有一个人群来支持你 如果你特别孤独 又是都生奋战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寻找 一定要找到一个 哪怕是一种信仰 或者是自己去信佛也好 信基督也好 或者信无神愣也好 你就可以 whatever 一个group的好朋友也好 你一定要有一个精神上的支柱 因为我曾经走到崩溃的 这个就当你觉得这个 就是那你们刚才讲的 就是中年的挑战家庭 当你很忙 工作压力也很大 然后又孩子 又又我三个男孩 大家能想象得到 三个男孩有多俏皮吗 我就不说了 可以当你开车在高速公导 气得在半旁边要停下来 然后就是那样子 这个等一下可以讲 一些孩子的事情 所以当然 所以就是说 你一定 一定要寻找帮助 因为当我走到 比如说我 我就打个比方 就是在我工作和职场上 这种打破天花板 伸到就是我在的 这个对冲基金里面 我在后台管理 这么多年都没有什么中国人 那我基本上是 一直在这里 就是兴兴业业业 把工作做到极致 而且我周围的白人 都被白人被白人砍掉的情况下 我为什么还能够在那个地方 就能够最后做到这个部门的头 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这个职场上呢 我们可以以后再讲 压力很大 那我当然也是把这个压力 带到了家里来 所以在那段时间呢 我呢就是去看了心理医生 其实我看了心理 因为我也不想影响我先生 我知道他在读书 然后他要毕业非常 因为他们那个罚罪 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我不能 我自己能解决问题 我也不能给他承担 所以呢我就去 我呢觉得也不能把这种情绪 太多的带给孩子 因为回到家里 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 男孩子一跳瓶 你可能会发火 我也承认 我不是一个最好的妈妈 所以我现在还在学习 所以呢 我就去看了心理医生 其实我看心理医生的时候 我也知道我没有毛病 但是人真的是可以走到极限的 所以你们一定要 不觉得看心理医生有什么问题 你其实就是去找个人聊天 我呢实际上就去跟他聊天 然后呢当然是父亲聊天 我有保险 也可以付一部分 但是我感觉很有帮助 非常有帮助 其实后来这个心理医生都说 他说Angeline 你根本就没有任何毛病 你比我见过的人 很多人都坚强很多 而且你都走得很好 最后你都走好了 所有的结果 最后你都能走出来 不管你遇到什么问题 然后呢他说 其实你不需要我 你还可以在 自己来做我的行业 因为我也喜欢帮助别人 但是呢 我觉得跟一个人聊天 尤其是跟一个陌生的人聊天 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 吐槽 我们说中文讲吐槽 这也是其实非常非常必要 我觉得不管你是男生也好 你是女生也好 我特别能理解 这个工作的压力加上压力 如果这时候 你两个人在互相来对土的话 那你糟糕了 就走得真的就打冷战了 这种情况 我觉得很多人会碰到 你一定要自己 如果你自己的状态不好的时候 两个人状态不好 最后只能 没有什么可能 根本谈不下去的 所以你一定要先 把自己的状态弄好 所以我当时觉得 这个心理医生帮了我 就是他帮我 沉淀了很多东西 他帮我理顺了一些东西 他说Angeline 他说你 你就是 有没有注意到 你的pattern 就是你的这个规律 为什么就是 会遇到一些问题 都是类型相同的 他会帮我分析一下 那你可以 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 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是 他那个很贵的 几百美金 45分钟 一分钟 超过一美金 所以我每次就想 从他那多问几个问题 所以最后一次 他就问了我 他说Angeline 你期望 因为我也可以说 在公司里面 跟公司的这个 上乘也有一些 就是这个职场 骑士这方面 也是在不断的 为自己争取利益 所以在这方面 也需要一些 我去找他 因为他是华尔街 非常有名的 一个新女生 我其实想去听他 其他人是怎么做的 他说你这些问题 都是太常见了 不光是你是中国人 是美国人 都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你看你怎么处理 所以他当时 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因为我是表现得非常好 但是像我 如果你碰到有些老板 他对你有歧视 根深蒂固的 那就是没有办法 不管你做 多少好的工作 不管你拍多少马屁 都没有用 他觉得你这个职位 应该是白人 应该是男的 那他就是 确实有这样 职场里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就更不用说话 接着就会对大家说的 这些问题 我都有遇到过 那他就说了一句 他说 Andrin 你想 现在生活中给你 这个你比较 这个struggling 挣扎的这些人 你想跟他处理好问题的这些人 你再想一遍 什么样东西 是你最容易改变的 就是我们刚才 讲到中年科医的问题 他讲一圈我 我还没想出来 他你下次来回答我 我还真没想出来 然后呢 最后一次去的时候 他说 你知道吗 最容易改变的是你自己 我觉得这句话 我又在回想起来 然后我马上 真的 然后我从那以后 我这个话 我想了几个星期啊 我觉得我一直在改变我自己 其实那不是改变 塑造自己 塑造自己不断的进取 和改变自己 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塑造自己是不断的进取 然后比如说在职场上 你就不断的去表现老板要的 你就对他做好 带团队做好一个经理 这是塑造自己 这不是改变自己 在内心深处 你觉得我的工作做好 为什么你不给我加薪 我的工作做好 你为什么不能跟我升职 对吧 那在家里也是这样 你可能对你老公会觉得 我已经是个很好的妈妈了 我什么 我赚的钱也不给你少 然后呢 我对孩子都是我管 这个父母教程也是我做 整个事情都是我做 为什么你还对我有 那么样的意见 对不对 那很多人都有 有时候会有这样的问题 你要是一开始这样想 你不是在改变自己 你是在 还是在坚持自己 所以这个心理医生的这句话 我觉得我觉得我花这么多钱 最值钱的就这句话 就是我一下就是 就是开窍了 对我没有改变我自己 因为我还想让别人来接受 原来的我 所以我应该改变一下我自己 然后从这点 我的孩子 我的先生 我的这个公司的老板 我的最好的几个朋友 那我就想一圈 我在哪些地方 我可以改变我自己 而我是完全可以改变的 然后能跟他们 就是搭成一些 因为我孩子 就是每一个relationship 都有 不管没有完美的这个关系的 我们都实话是说对吧 所以说完美的 什么如何说幸福的 什么那些都是吹牛的 但是 从 有个和谐 就是像我就说 我非常欣赏这个李健雄 讲的就是 人生是有平衡 balance 其实当一种relationship 到一种balance 和互相理解的 这个状态也是需要努力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当我后来 我改变了我自己 这个 我就想我什么地方 我是不是可以软一些 或者有些地方 我可以妥协一下 包括跟孩子的这个让他学习 那每天哪些地方 我可以让他玩一下游戏 我可以多支持他一下 他喜欢的东西 我可以多让他一下 对不对 所以呢就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改变了很多 然后呢 后来我在工作也好 职场上也好 在这个家庭啊 孩子啊 各方面又有了一个新的突破 而且心情现在大家能看出来 心情非常 就达到 我觉得我现在是达到一个 最佳状态吧 然后呢 所以刚才讲的就是中年的挑战 其实我遇到 你们遇到的问题 我都能遇到过 那具体的有些东西 可以私下里聊 但是呢 我就想用我的故事来告诉你们 解决问题 你首先自己要愿意积极的去解决问题 而且你要愿意改变自己 还有你要愿意接受挑战 所以中年实际上是一个机遇 所以当我告诉你 我是37岁才去搞金融 然后呢 我39岁才进了这个对冲基金 我在这个对冲基金里面 把他的资管部 现金部从零到一 而且做到是我们整个行业里面最先进的 我觉得我是很为我自己骄傲的 然后呢 我觉得是一个挑战 当时还没有提到 当时去华尔街找工作 也是我老公说的 因为我们住在这个纽约最好的一个学区 然后呢 我先生在IBM也是个大公司 奖金也不是很多 然后呢 就觉得还是中年 大家就知道 就是 其实中年是中年贫穷 就是你要付房贷 付什么就好 所以我先生就说 他说那个现在经济好一点了 你应该去申请华尔街 我说这华尔街 谁要我这个40岁的大妈 是吧 真的是 然后呢 他说不会不会 他是一定会有人要 哎呀 我就 所以我就 我非常感激我先生 所以我现在能容忍他 很多东西就是 我真的就是把我的简历 第二天全部放在那个linkedin 大家都知道linkedin就找工作了 第二天就接了电话 我三天之内就就面试 一个星期我就拿到了这个 去跳槽的这个 应该是我们公司 包括我们公司 现在就是进去最快的一种吧 就是因为我们公司 就我们公司 大家都知道很难很难的 就是一千个人 就收三个人那种 什么奥数金牌 传在我们这种公司的人 所以说我当时就是这样 一个星期就过去 当然我觉得 我愿意接受 还有一个人要 中年要能上能下 那我知道 我自知之明 我知道我是一个 虽然我过去写程序 建模型 其实对后来的工作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正因为我会电脑 所以我在公司的这个部门 我开发了很多系统 在我应该的职位 职外泛面 我做得更好 但是我当时进公司的时候 猎头说 只能把你当刚毕业的 所以我就是非常低的薪水 是初级薪水进去的 那很多人可能接触不了 对吧 但是我就有这个心态 所以我觉得 当你重塑自己 绿色这个人生的时候 你要能上能下 如果你对自己充满自信 精子在哪里都可以发光 所以我就 而且有一点 我在这个职位 很多人都跳槽了 做得不好的 不开心的 第一年不生就都跳 我就是没有跳 我就老老实在的待了九年 周围人全换掉 就剩下我一个 但是后来下面的人 都是我有团队的 我就先当经理 然后当头 下面我们团队二十个人 一半都是我招的了 那所以我的老板 就是一直到后面 他怎么样想干掉我 他也干不了我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实在是在跟着你 而且我跟周围的一些 美国人关系团队都很好 所以就是真的是 就是说当你的工作 做到极致以后 你也能站得住脚 所以呢 有时候傻人有傻福 就是我就是等到了 原来那个白人老板 被新来的老板 就是他们都是 一来马上就干掉 然后周围人不高兴 也都挤掉了 那我就能忍 所以能忍耐 心理内心足够强大 也是我们中年人需要陪练的 所以呢 当时他没有人 我又带着团队 两百多亿的美金 天天要管 但我工作 每天都是十个小时以上 那他需要我 所以他必须要给我这个态度 所以他是跟我交换的 他就说 那也没有 交换也是一种机遇 对不对 所以中年也是一种机遇 所以我就做到了 我们无自能华人 做到一个部门的头 应该是屈主可处的 所以说 不管是 当然咱们不从钱的角度 那些写模型炒股票的人 可能赚的钱 比我们后台的多很多 对吧 但是做管理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介入这个 决策的这个部门 可以知道公司最紧急的机密 什么的 所以我在这里做了四年 那下一个挑战 我觉得时间 哎呀 我这样 所以我随随随随讲 就时间就那个了 那下一个挑战是什么 我也告诉大家 因为我后来呢 跟公司呢 就是我自己也想 我觉得我下一个费事 我已经把这个部门 都做到自动化 到95%了 我对这个公司的价值 也开始降低了 我觉得我的技能 可能能在别的地方 更带更多的价值 也许我可以创业 也许我可以再换一个地方 可以把另外一个地方 不好的东西 再把它建起来 因为我最擅长的 就是带团队 然后我有很多技能 对吧 所以呢 我呢 就跟公司呢 非常非常好的 谈成了一个退出的协议 所以我也很开心 所以呢 我呢 就是两个月前 我离开了公司呢 我当然我不是全职 在做公益啊 我们看本俱乐部 我周围都是华人的精英了 那我就请他们 我说这里就公益 你能不能来讲一个小时 我们官子们就讲 怎么样在职场里斗啊 怎么样 所以大家是非常非常团结的 一个团体 正因为我有这个团体 才让我也在这个谈判啊 在职场里面 走得越来越自信 越来越自信 所以呢 我现在才非常自信的 离开一个 大家都想进进不去的地方 每个人都觉得 哎呀 好可惜啊 你这工作都进不去 是吧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 又是一个从事 我并没有想 我快要接近50岁的一个女人 你还能干什么 在中国就这么想 是吧 但是我没有这么想 对 首先对讲到家庭的孩子 这个 我一定要再听一下 因为我非常非常爱我的孩子 所以呢 我呢 平常一下班回到家周末 我都是24岁陪我的孩子 而且我跟我的保姆关系很好 那我让他们 我会顾很有爱心的孩子 让这个阿姨 把我的爱传给我的孩子 那我跟老师关系也很好 我会见 我可能是抓大事 你没办法 你只能抓大事 你不能抓小事 所以要是小孩子 有老师的email来告状 那我就会单独去跟 我从来没有miss过 我孩子的重要的任何会议 我都会请假的 所以我的孩子写过一篇文章 很感动 现在我有时候跟他沟通 我现在回到家 这两个月 我就花很多时间在教育孩子 所以我 大家都知道 我每个星期是 亲自带着孩子们 带动我们周围的一群孩子 到麦哈顿去做义工 我觉得 作为父母 用行动来 给孩子做一个榜样 这是最好的见证 那有一点呢 就是说 我们家阿姨是很 我们家那个 就是阿姨也是 我的朋友了 其实他是来帮忙的 不能说阿姨啊 因为我们家这个朋友 他来当我像管家一样 他呢 在原来在中国 他也是 总经理级别的 所以我非常非常庆幸地 碰到了他 他在我不敢把 他非常非常理解我的心态 因为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人 所以他说 我特别理解你 你让我把爱 来给你的孩子 这样你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所以他对我的孩子 还非常好 而且他在我的工作中 也提出很多很多的建议 所以我相当于身边 有一个人生导师一样 所以我现在能体会到 如果你现在 你是在职场的终极部 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个人生导师 一直跟着你走 哪怕是你付一点点钱 或者是说你 我没有付钱 让他做我的人生导师 但是他是我的管家 对吧 那我发现他有这个才能 他在某些方面比我厉害 人家当总经理 当了20年的总经理 但是愿意到美国来帮帮我的忙 这个因为我还是很把自己放下 我就跟别人都交朋友 结果他在我的这个各种矛盾和挑战中 他给了我很多很多很好的建议 所以我也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说你一定要在自己的周围 找一个很好的人生导师 哪怕是付钱也好 所以我当然就像我说的 如果这个人他做的工作 是做得很好 那我一定愿意给他付 比市场上还要多一点 这样才能留着就人家 人家才能 其他给你撞造的价值会更多 对不对 所以你首先这里要是一个 愿意先提拔别人 像我带团队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咖啡俱乐部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都知道 我非常愿意支持他 我愿意让他们 利用我所有的资源分享给他们 我让他们在咖啡俱乐部 做第一次讲演 做第一次组织合作 第一次来拉客人 我都愿意 那有一点 我希望是一个愿意回报社企的人 当你成功以后 你拉了客户以后 你还愿意到这个公益里面来做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一个建议 就是说你要有一个人生导师 刚才讲到孩子的问题 我最近一段时间 我又领悟了一些东西 那我们家这个朋友 导师也好 管家也好 他给我一个 他也看出很多问题 因为我跟我的孩子之间 我还在摸索怎么样教育他 青春期 所以我非常爱他们 他们都知道 但是他们很欺负我 因为他们知道妈妈太爱我们了 然后又不太陪我们 所以妈妈 我们想要什么 妈妈都买给我 确实是 我对孩子有一种内疚 我觉得我不能陪他们 所以我会 他们想要什么 就给他们买什么东西 然后当然我也会严厉 我比如说今天要罚他 明天我又舍不得了 我当妈的都有这个毛病 对不对 但是我们家这个朋友 就说出来 他说你不能这样 后来我老大自己跟我说了 我带他出去玩 去带全家 经常一个人开车 带着孩子 就去到开车附近 但他们其实也是跟孩子沟通 我老大就跟我说 妈妈其实我们都知道你很爱我 但是呢 你为什么不对我严格一点 因为你每次说话都不算话 所以我就欺负你了 你看 你看我玩游戏 你把我的这个手机 我是把他的手机砸坏了 因为我也挺生气的 然后他说你看你第二天 就给我买一个新手机 所以说我也 做父母我也有这个弱点 但是我的儿子会跟我沟通 我说好 那妈妈就会 就会更坚持一点 所以我最近很坚持 我说不让你玩游戏 你必须先把这个东西做了 但我要求也不是 我觉得我对我孩子 也不是那种苦爸苦妈 我是希望 用我自己来感动他们 希望他们自己 发自内心的激励 他们想去做什么事情 有什么东西感兴趣 想去为这个社会带来价值 我觉得当这样的人 会走得更久一点 也许他眼下 他考不上藤校没有关系 但是他会很有韧性 他会走得越来越好 这是我 我自己个人经历 这个也是我看到了 我帮助的很多朋友 包括我招聘的很多人 他们并不是什么藤校 但是他们在 他们有这样的品质 就是说他们自己很想好 但他们可能笨一点 可能慢一点 没有关系 但是他有理想 有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他会坚持不断地做下去 这样的人 其实你可以看他走得很好的 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 在情商上 这个怎么做人 怎么对外面帮助别人 这些对社会带来贡献 所以我现在在这方面 我希望给他们做一个榜样 所以最近 孩子们对我好像更尊重了 因为连我家小四 小女儿 就是也很对 就是不会欺负 他原来都会欺负我的 看见爸爸妈妈 和看见别人就是不一样 他就知道你们会宠他 是吧 所以在这一点 我觉得怎么样做父母这一块 我也不是专家 我还在学习 但是我跟我的孩子们 关系都很好 我觉得搭到这个 其实自己做了很多让步 自己做 当然也有生气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时间 你看就不知不觉 就讲了50分钟 那我想还是 我能讲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我想留给大家 来问一些问题 互动 我们可以extend 在extend半小时也没有关系 这个很愿意跟大家分享 好的 谢谢安姐的分享 真诚的分享 特别的感动 特别的精彩 我看大家都在留言 讲意犹未尽 确实很可惜 时间有限 应该做个系列分享才行 对 我先不评点了 我先邀请大家来提问吧 有什么问题 我在看手机 看群有什么问题 然后你可以 可以啊 大家有什么问题 先来提问吧 好吧 现在有一个伙伴讲说 参加公益活动如何报名 如果你是在 我刚才 大家看留言 我刚才已经留了我的微信 我的英文名叫Angeline 你们就加我微信吧 然后可以加到我们咖啡俱乐部 然后那个三三跟健雄 都是我们咖啡俱乐部的群友 所以我也是非常支持他们 我觉得中年课这个 做的这个点非常好 然后我们咖啡俱乐部呢 什么样的人都有 成功人士也有 职场小白也有 投资小白也有 投资专家也有 所以呢 我们呢 咖啡俱乐部有一群 很有活力的年轻人 就像说的 经过不团的淘汰 淘汰以后 都会剩下一群人一起成长 我非常兴奋一个理念 就是找一群朋友 不管你这个据点 你不一定要非常非常 close 但是你一起成长 你有共同的这种 问题 共同的理念 共同的信仰 然后你一起来沟通 然后你可以从别人身上 学到东西 所以我们咖啡俱乐部 好多小朋友 就是跟着我三年以后 在群里面 他们你看他们到美国 来读书 哥伦比亚大学 不均药的各大 他们什么人都不认识 然后后来我们 每个星期 每个月都有吃饭 而且我都是点菜的 那种大圆桌 大家就觉得像家一样 我还把他们请到我家来 我说我家今年 你看1月31号 已经有疫情 我还是在我们家 办了一次 邀请留守人员来一次 我们家吃饭 然后表演啊什么的 有一次还来了100多人 然后只能到户外去了 Anyway 所以可以加我的微信 然后大家都可以互动 我觉得功力 都是可以互动的 安姐姐问题比较多 我看有现在三个问题 你来选吧 好不好 之前有考虑回国 我们如何比较美国 和中国的职业发展 和生活方式 有的 我们在几个星期间 专门办了一次 回国还是留下的 这个我组织 然后好几个嘉宾都分享了 是这样子 我呢中间在不断 每一年都有猎头找我 到现在也还是有的 那猎头找我的时候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在我还没有搭到财富自由的时候 我还是希望看机会 还是要看钱 对吧 那我觉得这很现实的 因为我有孩子 我有付mortgage 那当时像华为啊 还有蚂蚁金服啊 什么都跟我谈过 那如果是说我要relocate 要到中国 不是不可以 那我要看他给我的职位 和给我的package和薪水 那我还是以价格为主 当然有时候你是要放弃 如果觉得这个机会很有 现在我最近也是在跟一个群里的企业家 他也是在我群里待了很久 然后想让我去跟他做 我觉得可能不成啊 但是呢我觉得他能找到我 也是对我的一个荣幸吧 他就想让我看 我是不是能去做上市公司的CEO 但有一点呢 我就我们谈到很深入 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我没有办法回国 因为你是美国公民疫情 这样你回不去 然后我是个孩子的问题 但是呢我现在怎么说呢 但原来的时候我的孩子都还蛮小 我现在孩子是15岁 最小的是4岁 然后有12岁 还有个9岁 三个男孩 然后都是在需要父母的时候 所以我还是不管我去哪里 现在我是open to走 但是我老公也很支持 那孩子最小的孩子 肯定是跟着我的 我是一个人带孩子带习惯了 所以呢我老公有一点 他现在在医院里做麻醉 也是他事业刚刚起来 所以他也很认真 所以呢我们俩都互相支持 我觉得就是透明 透明然后支持就好 所以我原来没有考虑 是因为他们可能 那时候孩子小 另外一个钱可能也没有到位 但中国的钱跟美国一乘以七 你没有办法 除非你全家都回去 那你要是拿着中国的人民币 来养美国的这个家庭 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呢现在呢 我就可以考虑了 但是呢我也要考虑很多问题 就是看这个机会 我就会很认真了 因为我要看这个对我个人 有没有什么更高一层的提高 也许我自己就创业 对吧 那我可以有很多事情做 我自己是本人很喜欢投资的 那我现在这几个月 我就在休息休息 我也在explore 当然我一边在做公益的时候 跟很多人交流 可能会有些火花 所以呢也欢迎跟我交流 对是回到这个问题 那下面一个 我现在如果有人要 把我去回国 给我的这个package OK我也愿意回去的 刚才讲我现在还在跟谈 但是去travel 我都是可以open 在人际方面请问你觉得 哪些方面是你觉得比较重要的 我觉得 这个问题比较笼统 就是说 我觉得首先你要很诚恳吧 你要很真诚 你要很真诚 而且你要愿意为别人付出 像我在我们的这个俱乐部 我经常让小孩子network 大家都知道 在一个行里 你要互相认识不同的人 然后呢你希望他给你找一个deal 你希望他给你找一份工作 我觉得这是最现实的工作 但是我经常跟他们讲 你在你没有去跟人家付出的时候 你怎么去让 要求别人为你付出什么 而且像我们这样的人 我每天啊 其实我上班的时候 我每天可以 我原来跟我们俱乐部开放咖啡谈的 我就是 后来每天找我到12点半夜 还有人给我打电话 我也招架不住 比如说10个人都给我找一个 你给我推荐工作 比如说我这里只有一个 那我当然要挑人 哪个人会经常跟我一起 你就是做一件事情 你跟这个人际关系里面 要保持一个磁性性 你要学会开 Develop Deep Friendship 就是要交一些比较深交 你不一定要太深交 但是你一定要有 keep follow up 就不一段时间还要去问候一下 经常见见面 这样的朋友你一定要交的 因为你没有磁性性的话 那别人觉得你很功利 然后你就有用的时候才来找我 其实我们都不笨对不对 所以说 像说实在的 今天来听的很多也是 很资深的人 但你们也都知道 大家都是 你就是不要在聪明人面前耍小聪明就是了 我觉得你要愿意为别人付出 你要真诚 你有需要 那别人能帮的 那别人也 我觉得一般来说比较成功的人 这成功的定义不一定要挣很多钱 走过很多人 他是很愿意帮你的 我觉得人之初性本赛 你要学会挖掘别人的这个善良 但你怎么样挖掘别人的善良来帮助你 你一定要首先让让别人觉得你这个人值得帮助 因为我们的时间都是很少的 真的 像我做公益 我一天在这个群里 大家也都知道我要管理群 我要去跟很多人要找我说能不能在群里 发个海报 或者是说能不能跟你们团队合作什么 我每天都在接这些电话 现在都在做公益 那我还有我的孩子 还有时候我都没有跟他们带他们去参加活动 没有空监督他们学习 所以我的时间也是很宝贵的 所以你来找我谈的时候 我要想你会给我带来 或者起码给我的周围的人带来什么价值 如果是你 我也碰到这样的朋友啊 就是帮他找完工作就消失了 这样太多了 是吧 没有关系的 你有第一次你就不会有第二次 那别人都会看你的 所以我觉得真诚替别人找想 替别人就是不要太过 对啊 你有就是救急不救穷吧 其实我们都很清楚 所以说我们做这么多公益 也是在帮助别人 但是我们自己也有时间 我们也有家庭 我们一小时其实很贵的 对不对 所以但是所以说 就是要有感恩之心 下面你读三个硕士 微信 刚才有人说微信号 我已经在群里面公开了啊 我的微信号是 我先写一下 因为等一下 我的微信号就叫Angeline 20002000 职场的这个的话 我们未来以后 你们要加入 卡佛俱乐部 我们会经常找人来谈职场 这个我们觉得那个话题太多了 我觉得我可以再单独说 我看 办理 职场平衡的一个话题 我觉得还可以分享 就是作为职场女强 如何平衡和协要 办理职场关系 有什么tip可以分享 其实刚才我已经 讲到了这个问题 但是我可以再强调一点 我觉得你一定不能 什么地方都强 我也经常有朋友 我有时候不知不觉 你在公司里的那种 因为你当经理 你还是要有一些强硬的 因为你手下一群人 你要有给他们责任 你要跟他们 对吧 那有时候不知不觉 这种气质也会带到家里来 那可是家里是你的亲人 对吧 你不能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话 但是有时候我自己会 不知不觉的 那我就要有人提醒我 所以我就很自觉一点 就是说我觉得 在这方面 就是说你首先要放得下自己 就放得下自己 像原来 曾经有一段时间 那我是一直在工作 支撑这个家 那相当长一段时间 那我在家里 我非常尊重我先生 我不管去哪里 我都会跟人家说 我的成功友谊 我老公的一半 那我有什么事情 我都会跟他打招呼 我要去跟谁谈什么 我也会跟他讲 我职场里的一些关键的事情 那我也会 其实你说他们关不关心 他也帮不了什么 原来最早的时候 还能帮得了 但是他不是一个行业的 所以呢 就是说 有些到 就是当你 就是说现在你走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 有时候你的伴侣 甚至你最好的朋友 都没有办法给你出建议了 所以这时候呢 你还是要把自己放了下 就是说 你还是要 就是那个 你要把自己的心理的那种墙放下 比如说如果你 因为孩子的事情 一般也是因为孩子的教育方法不一样 会有一些增子 有些增子以后呢 我觉得你有时候还是要妥协 首先一点 就是说你 两个人不能 就是两个人在教育孩子面前 还是 上面还是要尽量达到高度的一次 就是起码在孩子面前 要达到高度的一次 如果小孩子看见父母之间就有矛盾 他会专控子的 他会专控子的 所以你就是 所以我们在讲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跟我老公 我会跟他谈 那跟伴侣之间的 这个关系的协讨 有些问题 我也可以讲 有些东西你可能面对面 谈不下来的 因为你可能两个人都很急 两个人都正好压力都很大 那都火爆的时候 谈不下去 那怎么办呢 那我一般来说 我是个很愿意谈判的人 我是不会放弃的 除非真的就是没有希望 所以很多事情在工作中 在朋友中 在我都有这样一种性格 所以呢 当然有些事情谈不下 我会检讨我自己 会想我用换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我们能 我能去谈 然后呢 我们有时候会用短信 甚至会用email 甚至我会找第三方 来帮你说话 其实我觉得当 夫妻之间 或伴侣之间 有一些比较难谈 或者就俩人僵在那 其实我去帮别人做过 我去帮别人做过这个调节 后来要离婚 就表演最好 那我就坐在那 我说你们俩人八个小朋友 你们俩自己写一个名单 你这边你也写 你抱怨他你写一条 你抱怨他写 结果这夫妻俩写的 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就觉得 其实很多事情 就是要有阻刺 就是说 人和人是不完美的 所以你要对对方呢 你要先想 你欣赏他那一点 然后呢 如果是其他的小东西呢 你自己也得包含一点 我觉得就是要包含 要妥协一点 其实呢 而且还有一点 如果是说 有一些问题 那你可以回避 有些东西可以回避不谈 但有一点 我觉得 我认为在任何谈判 不管跟谁 一定要有一个底线和原则 因为当你没有原则和底线 就跟任何人谈判的时候 你是两败俱伤 因为人家不知道你底线 就会无限东西的欺负你 欺负你以后 你就觉得自己好委屈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底线 跟任何谈判一条 所以这个我有很多成功的 成功的这个谈判的 不管跟办理也好 跟公司也好 跟老板也好 所以这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就是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底线 而且你要把自己的底线和原则 用某种方式表达清楚 非常清楚 而且你要真正的 这个是真的是你的底线 而不是从我说了 但是完了以后不是 你一定要说到做到 包括跟孩子也是 一定要说到做到 因为我现在非常 尤其是这几个月 我觉得就 对孩子说话算话 是太重要了 因为这是你对 你看我们在外面工作 我们很注重自己的 信誉 我是非常的 我说话 但是在孩子面前 其实他们也跟你的团队 是一样的 你跟他说话不说话 他下次就不信你了 对不对 不管是哪怕一个玩具也好 哪怕一个 还说话说话 有自己的人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之前做环境工程 你做了这么多环境工程 我环境工程是这样子 我在中国做过环保集团 但是我的工作 其实一般都是总裁助理 总经理助理 我第一个工作 是在香港的一个 装修的集团 但很大的集团 做那个 北京的那个 痕跡中心的那种大楼 我当时就在那做总经理助理 他们整个团队全香港人 没有人会讲普通话 然后我刚毕业 我就做了总经理助理 那全部就是管他几上千的工人 那时候刚毕业 就开始做那件事情 所以呢 然后老板也很信任我 然后后来呢 我又做了小青集团 小青公司 你们去查 小青环保 那个韩小青 我做了他的总裁助理 但是我在申请 我一心一小出国 所以呢 我做他总裁助理 帮他写政协提案 帮他做全公司大会 所以其实我做的工作 还是其 我就协调性和组织能力 比较强 所以我一直做这方面的工作 然后我在美国以后 毕业以后呢 我那份工作确实很技术了 我那份是计算机 环保模型 海洋模型 为那个美国的环保 去做一些这个什么 污染 海洋模型 数学 我们公司是做一个 开发这种三维的数学模型 那我要去debug 就是这种 然后做project 就是这个项目 赚这个油在海洋 它污染 会污染多大多宽 会有什么效果 就做这种模型 我在那里工作了六年 在那工作了六年 但是那是有点 所以那时候就人真的 就也是到中年一样 就觉得自己 就看到未来了 所以这个突破 我觉得真的是 要感谢我老公 就是他逼着我 他要不把我儿子送回中国 所以说上次 程老师说的 人一个人要reset 一个人要重塑自己 一定是一个脱胎换骨的 一定要有一个人 他太了解你 而且他对你又很重要 然后他就是push你 或者是说 你一定要给自己 push自己 就是真的要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说没有我老公 把我儿子送回去 我觉得我那个考NBA的 考GMA的事情 估计是一年拖 其实我当时已经拖了两年 就他说最后底线 就是你生完孩子 因为生完孩子前 我说我现在怀孕了 读不进去书 然后在生完孩子 现在你没借口 所以说我是做了环保物 我是做了蛮长时间的 然后去 哦 我刚才对着 我没回答你 我是读完环境工程的 研究生以后 我马上去读了 Compute Science 我是马上读的 而且我自费到纽约 开车到来三天三夜 然后自己就打工 刚才说的两份工作 然后因为为什么 我要读人体 我觉得这一点 我在人生的决策上 我自己做了一个 非常好的决定 就是我当时读环保物 我也做得很好 我还发表论文 因为我是做什么事情 都能做得比较好的人吧 然后老师让我读博士 那也有薪水 对不对 但是呢 我在做写论文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在我处理大量数据的时候 只用Excel 我非常非常的慢 我当时那二十年前的时候 我就想不行 我一定要去写计算机 因为当我学会计算机 我哪怕写个code 我会把我的时间 因为我这个人不断 不断会在想 怎么样让我用最好 最有效率的方法来解决一个问题 所以我说我一定要去学计算机 我真的跟你 我没有后悔 因为在我两次毕业 你们都知道了 都是碰到 一个是计算机 全球性技术 一个是全球性技术 但是我为什么都能够 找到工作 别人都找不到工作 就是因为我有计算机的这些专业 不管我 我肯定是不能把自己 跟计算机本科那种比 但有一点 当你学了有 你起 起码你会写code 你会把一些非常难 觉得很头疼 一些少事你给解决了 对吧 在Excel写一个macrocode 一下子就能把事情做了 对吧 所以呢 而且我到了2Sigma 就是这个公司 最终基金 他在现在的上场也开了嘛 这个腾胜 非常有名的是吧 大家都知道 你要在量化里面 那我在他里面 我为什么能够这么 他的系统都是我开发的 第一套系统就是我心自扣的 所以为什么他们干不掉我 就是因为每分钱都进这个系统 这系统是我做的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所以你在一个公司要站得住脚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 后来我又给他开发了 第二个generation 我在走之前 我帮他们一定把最新的一套都 这个蓝图全部都弄好 他们一定可以帮他们 雇了一个团队全部来做 他们到后来原来是我一个人做 到后来他们最新这20个人来做 都没有做好 我离开的时候 他们用的还是我 9年前做的那套系统 每分钱的那个SWIFT Message 就全是我以前写的 所以说 这些东西是很容易 我跟你们说 你们每个人去学上三个月 我来培训你们就可以做了 但是因为有一点 我还是讲 我当时进2SIMA做的这份工作 是很多中国人 是不会愿意做的工作 因为当时我招聘中国人 都不会愿意 他们说我们要去搞 量化金融 量化金融 挣钱很多对吧 但你知道那种位置 3% 但是你就后台 不要少看一份 少的后台的这个工作的 当你把它做好 就连扫 真的我觉得那句话就意念 当你去扫这个楼 你扫好了 有一天你又有不一样的机遇 我就是把一份 别人觉得这个汇钱 汇钱 这个管理工作把它做到 当然跟财务还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是资管运作 然后呢 这个每个部门 每个部门要花多少钱 然后呢 当然后来 我当然去 这是我其中一份工作的 他们看着我 还是我交易 因为我是外汇交易 所以我一去就开始交易了 我一直就管他们的那个 所有的外汇的这个费重啊 这个交易 但我还有一份 50%一份 非常无聊的工作 每份工作都这样 就是每天repeat repeat 所以我的好多团队 就因为这个东西就走了 那其实留下来的人 他就 最后就升经理了 还有在公司里是这样子的 不管是哪份工作 当你当到领导阶层的时候 你的工资一定是比 没有当领导人 多不少的 所以说 你只有 不要少看普通的工作 任何一个工作 都是有前途的 所以我觉得 大家在挑职业的时候 不要太功利 我就觉得 我现在招聘小孩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非常功利 就是 这个功利的 就是说眼前的利益 我现在 第一个package 我能够拿到多少钱 其实很多工作 你说 你说有些人 有些人 他一开始 可能是15万 就进去了 你知道吗 可能未来 他进了这个公司 十年他还是15万 可能 因为你每年3%到5的涨 你没有多少 但是你看我 造的这些 做财快的小孩子 普通的学校毕业的 人家一来 可能是第一年 6万 第二年就变成10万 第三年就15万了 对不对 他有up side 所以就是说 然后后来 你知道我亲自把我的一个小孩 在我离开就培养到另外一个基金 去做了head of charity 所以我非常高兴 所以所以我的公司 最愿意跟我谈 就是觉得我确实是 给公司带了的价值 他们也不敢 对对对 就是你要别人愿意跟你谈 你一定是有value的人 人家才愿意跟你谈 所以说 我后面自己退出的这个package 就是我没有可以抱怨 那我也感激公司 对我的这些栽培 那在里面的成长 是非常痛苦的 这个东西 以后我再深度分享 我原来分享过 所以说 好 回到刚才的问题 我一讲什么东西 我真的讲很久 安姐 因为时间关系 要不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 好不好 好的 你来挑一个问题 我来回答 我看那个 南刚才提的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30岁 如果重回30岁 会给30岁的你和其他人 有什么样的建议 要不请你给回答一下 我经常在想这个问题 我现在 我觉得我有很多lesson 如果你现在30岁的话 我一定 我会怎么做 我一定要想好 我下一个第一个工作是什么 而不是就像刚才讲的 你的第一份工作的 这个方向很重要 这个所以说 你不要因为 短线的一些 然后就take了一些 就是现在看见有钱 那未来没有前途的工作 所以一个 你要有一个career plan 就是职业规划 和你的人生规划 我觉得我们很多人 都缺少职业规划 人生规划 在我们受教育的系统 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说我考大学 考完大学 我找了一份工作 就没有人来跟你讲 或者来开导 你觉得你想一想 你的兴趣在哪里 你在做人生规划的时候 记住了 你一定要 把这个规划 跟你的个人的性格 和你个人的passion 热情相连 因为一个人 只有在做自己 最喜欢做的事情 尤其在中年 当你在中年 又有孩子 又有家庭的时候 在你50岁 40岁 50岁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动力 才能让你完全来 再改变自己 或突破一些瓶颈 这件事情 一定是你最喜欢的事情 一定是你非做不可的事情 一定是你觉得 你一定能做得下来的事情 所以你一定要 找到自己的passion 你一定要了解自己 那我还有一个建议是 你一定要 有朋友 有人跟你同行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 大家可以看到 我要讲到生日 我自己也会流眼泪 我觉得 从30岁 找到我现在的20年 我流的眼泪太多了 所以说 我非常感恩那些 在我不认识的时候 帮助我的人 所以我现在愿意去帮助别人 所以我可能会帮 我确实也帮助了不少人 我也知道 可是你有时候 就因为一句话 或者跟他谈一次话 可以改变他的人生 这个事情也在我身上发生过 所以你们一定要愿意 去跟别人沟通 一定要找到这样的人 然后呢 就是因为一个人孤独 会 这个精神会 不管你 我觉得我已经是 很坚强的人 像我这样的心 已经很强大的 但是如果是说 你对自己 还有一个上进的心 你一定会不断的往上走 这个路一定是荆棘重生的 那你说那些做天花 把一下飞到 对不起 我确实那样的人是有的 但绝对不是我普通老百姓 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我是拼出来的 我每一步都是雪路走出来的 但有些人可能是一来 那你要学会利用自己的资本 如果你长得漂亮 然后呢 你又有才能 那这也是你的资本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那我认识的 有些很成功的女性啊 那我觉得我不得不说 漂亮也是给他们带来的 机遇和资本 还有有一点 你不漂亮也没有关系啊 但如果你碰到了 第一个导师和你的老板 非常器重你 你怎么样跟这个 第一个职场的老板 他能够愿意带你 很多很成功的人 就是有人愿意带他 是看到了他身上的价值 所以你自己 一定要给别人 add value 所以别人才可以愿意带你 别人愿意帮你 这都是你一定 你自己一定要 make yourself valuable 所以你要想一想 你最喜欢什么 你愿意给别人带什么 如果你的思维 还是说我自己 能从别人身上得到什么 我觉得你走得不远的 但你从现在30岁 你开始挖掘我 为我周围的人 我有什么价值 我有什么好的地方 我可以撞到什么价值 你用这种角度 去跟别人谈话 你可以走得更远 你可以交到更好的朋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